好 为了振兴地方的经济 花莲县政府是推出了花莲购物节 只要在花莲特约商店消费满百 即可参加筹奖 那么其中南区域里分别是开出了二三奖 县长徐振卫30号呢 就前往店家来亲自颁发 并且竹摊来拜访店家 鼓励来加入特约商店 宣传花莲购物节的活动 来振兴地方的经济 为了振兴在地的经济 花莲县政府推出花莲购物节 只要在花莲特约商店消费满百 即可参加筹奖 其中南区域里分别开出了二三奖 县长徐振卫30号前往开出奖项的摊商 致赠功课红布条给摊商 并且亲手将奖品颁发给中奖的幸运儿 这是新开发的 对 这个是我们的金针气泡水 对 气泡油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赤柯山农友的甜啤酒 得到苹果的电脑幸运儿表示 当时在瑞西参加活动 看到特色餐车前往消费 并且被告知有购物节的活动 乐见参与 活动到10月都可以登录每周抽出10位的幸运儿 奖项包括热门的家电用品以及三星电子产品等大奖 总共有超过120个中奖机会 多到特约店家消费来登录 一起周周抽好礼 一起来振兴花莲的经济 记者高雄商玉璃镇采访报道